药育是传统中医外治疗法的精髓,简称,立体疗法。 它是将药液剩余器皿内,浸泡身体的某些部位或全身,利用药疗、水疗、热疗三重物理作用对皮肤、经络、血位的刺激和药物的透皮吸收,达到治疗皮肤疾病、养生保健的目的。 药欲对牛皮显康复有着不错的辅助作用,快来看一下吧高蒙酸甲浴,按高蒙酸甲和洗澡水衣,8000的比例配置成,但红色的容易即可洗浴,适用于浓泡型、肾出型和部分红皮并形凝泻病,能消除臭味,去除浓和淋泻,并能防止皮肤激发感染。 淀粉浴,取医用或市售食用淀粉200-300克,放入洗澡盆中,用热水化开始支成为乳白色浴液,带温度降至不烫时及洗浴,具有保护、滋润皮肤以及质养等作用,多用于红皮并形和浓泡型凝泻病。 无淀粉时,也可以用麦肤来代替,汤披育,具有消炎、质养、血泻等作用。 方法是取麦康或骨康1000克,加水煮开20分钟后过滤,将滤液倒入盆中轻轻擦洗患处。 通常用于寻常形淫泻病,特别是禁止其皮损较为适用。 中药药育,中医药育和中药薰征肠,用方药有活血化瘀的当归。 穿裙,单身,亡不流行,我写驱风的红花,淮花,凌霄花,清热解毒的土芙苓,白显皮,地骨膜,琴皮,驱风只养的苦餐,地肤子,蛇床子等例如这个药方。 虎餐20公克,蛇床子30公克,黄泊20公克,仓树30公克,悬餐10公克,单身20公克,白显皮,地肤子个30公克,冰片159。 后下,将以上猪药放入砂锅加水浸泡40分钟,之后煎煮至水开,改用慢火煎煮20,30分钟,之后过滤要渣, 浓缩至成500毫升分装备用,每日将中药药液配置成5,10浓度的药液4万,5万毫升,导人浴缸中浸泡全身,水温40,42,每日一次,连用一个月,中药煎汤洗浴患者的局部或全身,可以使药物透过皮肤,捧翘,鱼血等部位直接吸收,进入经脉血落, 输不全身,以发挥其疏通经络,调和气血,解毒化瘀,不正驱邪的作用。 中医药育治疗牛皮险目,闲在我国主要应用于关节并行牛皮险的治疗,主要用作牛皮险辅助治疗。 其实牛皮险通过一定的中药治疗的话是能够有效地控制的,例如中药百姓咸草,能够帮助牛皮险患者摆,脱牛皮险反复发作的困扰,有效地延长牛皮险的复发时间,并且没有副作用。 需要了解的可以百度搜索百姓咸草。 另外,注意饮食,不要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,注意不要饮酒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平时多注意休息,适当的运动。 牛皮险是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。 要预注意事项中药水,温或蒸汽温度控制在45左右,熏蒸时间不宜过长,以防患者高温下脱水。 熏蒸后应以用一些茶水,补充出汗时丧失的水分。 饱餐后或饥饿时均不宜要预和中药熏蒸,因为饱餐后体表血管扩张,使胃肠道血液循环减少。 食物消化和吸收会受到影响,而饥饿时长可以引起头昏乏力,严重时可出现低血压。 低血糖引起昏厥,老年或伴有高血压。 脑血管疾病的牛皮险患者也不宜进行,闷热高温可又发心血管疾病或脑血管意外。